Hello 大家好 我是贵州李俊 今天我来到了我们家乡的半径山 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这里来 由于今天运气不好 这里一直在下雨 这个屋特别的大 现在我就要到红云境地上去看一下 听说那上面的特别的微信 好了 红云上去了 我们迎着这个体力一直往前面走 今天天气特别冷 所以说大家到这里来一定要多穿一点衣服 这个风好大 我感觉在这里都快站不住了 我现在都快站不住了 在这里 这个风太大了 好多人是走到这里又退下去了 好了 他要求不大 最沉口的高危险 你这里两个! 砍头啊 游泳兵都用什么呀 要咬什么呀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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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我 我们终于爬上来了 现在让我们也迎着 这里这个石缝 我上盘 像我背了这么多东西的话 都可能会被卡一下吧 我们继续往上面走 在这里必须要背少一点的东西 我终于爬上来了 成功了 这上面青楼这上不来了 这上不来了 它后面没有卡 是吧 可以下 但是你这个可以来做大蜂蜜了 哇 好麻 兵工之城啊 太窄了 大家看这里做石宫桥 这上面太高了 我都不敢往下面看 太窄了 哇 现在又开始 感觉开始下起了小雨啊 这下面全是窝 白毛毛的 就像下了雪一样 好 我现在到了这个疑心厅啊 就这么这么一点 只能适应不过一个人 从这个疑心厅上来啊 到处都在滴水 我身上全都被打死了 现在我们终于登顶了 现在 我 还有几步路 我们就到这个尖顶上面了 哇 哇 我从银行厅上来 看到这里特别的漂亮 这里还上了这么多锁啊 下面的风景真的是无法用语语来表达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蜘蛛桥了吗 真的是不知道蜘蛛桥是怎么进上去的 都是用石头垂的 而且它百年不等 我们继续往上面走 我看到这座桥 都没有看到什么水碟啊 他们曾经能在这里进桥真的是很不容易 而且这上面都没有这种石头 可以看得出来这些石头都是从山下 扛到这山上来的 在这里做了一个拱桥啊 我现在已经到这座桥上来了 这座桥非常的稳啊 一点都不那个 我们到桥内对面去看一下 哇真的是太市民了 真的是人间心境 我这座山上发现两块石头啊 不知道这个石头是往哪里来的 一斤一块 而且很对称啊 这个石头是一层一层的 千层石啊 哇 这个石头很惊艳的 这个石头很惊艳的 这些石头很惊艳的 就是这些石头很惊艳的 很惊艳的 这些石头很惊艳的 白蛙 煙江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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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山也挺陡的 这个路 刚刚上山也陡 下山也陡 我怎么发现 只有你一个人在慢慢走呢 我们下街把飞机飞起来 我们现在下山了 这个阴影都问不到底 因为被这个雾给遮住了 这个下山比山山要容易一点 我们现在已经从三点 今天雾霉一厅了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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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险制 那表情 我在笑吗 哇 这可怕 没有 他走的 又来个小鸡子 有了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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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要一剪刀就把它卡住了 卡掉了 行走到云端上 前面这位小姐姐小哥哥 你看到没有 他们就太棒 不倒眼光里前可以看得到 贵州里进 啊 都是这一帮人 让你们出镜 哈哈 你们直接走下来 嗯 这儿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这儿是第一次来的吗 我们是一个组 这儿算最显得地了吗 这儿算最显得地了 这儿算最显得地了 这是一个专门的野形 迎着这个体量终于快到山脚下了